6月14日是世界现学者日 触动心灵外阿举手世界现学者日的主题宣传活动在上海隆重展开 香港这名演员吕良伟作为宣传大使也是冒于走上街头 招募路人无常献血 30年前的一部上海滩让大家认识了吕良伟 如今吕良伟也打算亲自操刀丑拍电影版的新上海滩了 其实我不一定是按照原来那个上海滩的故事来发展的 因为原来的上海滩大家太熟悉了 对整个感觉没有什么新的意思 没创意没办法突破那个范围 所以现在我们在可能也是在上海滩一个故事 但是什么故事呢 我们要有一些创新 有一些新的题材新的感觉新的人物加进来 让观众有新的感受新的视觉 那个享受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最近由吕良伟参演的电影光辉岁月 遭遇了叫好不叫做宣传不给力等一系列的问题 排片量更是与同期的大片不春山居图形成了鲜明对比 好的作品却没有得到关注 让吕良伟也是心生遗憾 听说了但是真的因为我不是制作方面的人 所以我没有去了解的很清楚 有一个好的作品其实也挺难的 因为投资方投了这么多钱 然后但是如果排片的话 排的不够时间给这个电影播放的平台不够 其实也是个非常遗憾的事情 他自己有看过刘德华的不春山居图吗 我听说了但是我自己没看 我听说给妈的一塌糊涂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真是很难的